1. 前言 1. 前言 为可惜至今尚未做出解释而无从比较是否改变见解 故而本文将针对此次解释以外的问题做整理 2. 本文 1. 法规概览及整理 1. 公务员惩戒法第九条 公务员之惩戒处分如下 1. 免除职务 2. 撤职 3. 剥夺 减少退休 5. 经 4. 修职 5. 降级 6. 减缝 7. 罚款 8. 记过 9. 申戒 前项第三款职处分 以退休、职、务或其他原因离职之公务员未现 第1项第七款的与第三款、第六款以外之其余各款并为处分 第1项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八款之处分于政务人员不适用之 2. 公务员考基法第十二条 i. 各机关办理公务人员平时考核及专案考基 分别依佐列规定 1. 平时考核、奖励分加奖、计公、计大公、成储分申戒、计过、计大过 于年终考基时,并计成绩增减总分 平时考核奖成得互相抵消、无奖成抵消而累积达二大过者、年终考基因列丁等 2. 专案考基,与有重大功过实行之,其奖成一佐列规定 1. 一次继二大功者,进本奉一级,并给予一个月奉给总额支奖金 以达所续值等本奉最高奉级或以续年功奉级者,进年功奉一级 并给予一个月奉给总额支奖金,以续致年功奉最高奉级者,给予二个月奉给总额支奖金 但在同一年度内再因一次继二大功办理专案考基者,不再继续奉级,改给二个月奉给总额支一次奖金 2. 一次继二大过者,免值 2. 前向第二款一次继二大功之标准,应于施行细则中明定之 专案考基不得与平时考核功过相抵消 3. 非有佐列情形之意者,不得为一次继二大过处分 1. 图谋背叛国家,有确实证据者 2. 执行国家政策不利,或代乎职责,或泄露职务上知机密,致政府遭受重大损害,有确实证据者 3. 违抗政府重大政令,或严重伤害政府信誉,有确实证据者 4. 涉及贪污案件,其行政责任重大,有确实证据者 5. 图谋不法利益,或严刑不检,致严重损害政府或公务人员生育,有确实证据者 6. 胁迫,公然侮辱或诬告长官,情结重大,有确实证据者 7. 挑拨离间或破坏纪律,情结重大,有确实证据者 8. 矿值继续达4日,或一年累计达10日者